黃仁勳在上禮拜就說 B200的晶片就BlackWay 現在才2024 他說2025的已經賣光了 拍誰哦 你要排隊到2026去 主要的唯一的供應商 就是台積電 我相信啦 就是說在法說前後這段時間 去挑戰1080的高點 我相信真的不是我 一定會持續的把股價推到新稿附近 歡迎來到股市達人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Amy 現場在我身邊的是堅持直選金屏股 並且是最能掌握股市金屏股的 鄭瑞宗分析師老師好 Amy好 大家好 股市達人鄭瑞宗老師 真的是帶領家族成員佈局的 這其中一檔 實在太厲害了 這檔腰股 3450的聯軍 今天來到帳廳版了 而且是再創228塊的新天價 老師說營收創新高就是強 我說鄭老師的選股功力更強 真的是正如鄭老師的預言喔 他說上禮拜就講了 這個禮拜就會大賺超過三成 果然啊 果然今天馬上就驗證了 而且今天才禮拜一耶 家族成員已經大賺將近34%了 又是一檔超過三成獲利的腰股了 鄭老師帶著會員朋友賺到還要還要的 而且是一檔接一檔的大賺 投資人趕快加緊你的腳步跟上來 現在才一周的開始 馬上先把鄭老師免費的官方LINE加起來 好如果你是收看我們YT的投資人的話 你看到畫面上有我們的QR Code 請直接掃起來 那麼如果你是收聽廣播的聽眾朋友 我們LINE的ID 請把你的手機打開 然後在LINE的ID上幫我搜尋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好再來就是要跟好這個賺錢的投資節奏了 馬上把時間交給國際答案 峻瑞宗老師 那麼台股今天其實有一個 比較慣望的一個氣氛 主要就是因為我們LINE總統的 國慶的演說之後 那對岸不免俗的依照慣例 又來一個環台軍業 所以這個其實也並不讓人意外 因為過去大概這一兩年都是這個樣子 那市場其實很冷靜的看待 但是量還是有稍微受到影響 所以現在錄節目的時間12點35分 預估量只有大概3300億 那指數是漲大概40幾點 那台電跳一盤可能就變80幾點 然後早盤最多一度是先跌102點之後翻紅 然後之後就穩穩的維持在盤上 這個一個消漲的格局 所以看起來就是說 那看起來這個軍演 似乎對於台國走勢影響 也是就還好就大概就那個樣子 因為大家也並不會覺得是一個什麼突發事件 那厲害的是就是說台電的部分 那我想軍演也不會去影響他的走勢 比今天盤中多一點就跌5塊 然後漲多一點的時候就漲10塊 最高來到1055塊 那這個價位呢 是又突破了上週五的1050 來到1055 又再來到一個波段新高的一個位置 那離前面的這個1080的這根紅K棒 那廣播的朋友看不到畫面嘛 但是如果說你是看YT的朋友的話 你就看到就是說這根紅K棒1080 就是唯一突出的一根 那今天的價位其實已經來到這一根 突出的紅K棒以外的這個位置了 所以其實離這個新高只差一點點 然後最近外資也是天天買 我統計就說連續六天 外資就買了47618張 很多錢呢 一張多少錢啊 1000塊 一張100萬 這樣就買多少錢去 所以今天股價到1055 那黃仁勳在上禮拜就說 B200的晶片就BlackWay 現在才2024 他說2025的已經賣光了 已經賣光了 明年都賣光光了 也就是說你現在再去跟黃仁勳說 拜託我要一些B200的晶片 拍誰喔 你要排隊到2026去 要排到後年去了 好那代表就是說這個AI的需求 還是非常強 嗯 那主要的唯一的供應商 就是台積電 是 所以也就是說台積電 其實你根本就看不到 任何看壞的理由嘛 因為AI的需求還是這麼強勁 AAMD也要推出新的AI晶片嘛 那Intel自己的晶圓代工也掛了 你要切割出去嘛 先進製程的處理器全部都來找台積電嘛 Apple永遠都是台積電的最大客戶 所以就是台積電根本沒有任何的一個疑問嘛 沒有任何疑慮 所以我相信就是說在法說前後這段時間去挑戰應運80的高點 我相信真的不是問題啦 其實我們早在一兩個禮拜前就跟你預告說台積電的法說行情 一定會持續的把股價推到新高附近 而且老師在節目中公開分享喔 對 那只是說他有沒有漲?有漲 漲得快嗎?說真的並不快 那真的要快的還是他的相關供應鏈他才會快 例如說今天做西光子CPO的3450的聯軍 是 剛剛我們Amy就有說又有漲停板 沒錯 而且今天漲停板鎖住是鎖了8000多張 超多人在排隊 創228挂牌的新的天價 那上場就真的沒有任何的反壓了 對 然後以股價來說這是過去一個禮拜的跌跟漲停板 那我們是在171塊買 是 到今天228總共獲利57塊錢 換算報酬率33.3 超過三成了 對啊 這又穩穩超過三成 是 那這個就像我說的 他的9月份營收創新高 他的8月份營收也創新高 8月創高9月創高 而且第四季 會比第三季更旺 旺很多 所以業績最強的股價強 這個很make sense 就很符合邏輯 那法人一樣 就是說緊咬著不放 那上場沒有任何壓力的 所以其實你也很難預設說 那這一波他要漲到哪邊去 就以6442的光線來說的話 今天也是漲停板 是 來到464塊 他這一波是從558跌下來 跌到326又漲回到468塊 對 以明年的獲利來說 聯軍跟光盛可能在博中之前 嗯 那一個是468 一個才228 實在是差好多啊 還差240塊去 嗯 所以我就說聯軍其實他還有蠻大的空間 是 所以這個穩穩超過三成 所以你說你看我們一個精明股一個波段賺三成 其實真的並不難 嗯 真的並不難 對 那三成三成賺三個三成就是一倍 超過一倍了 嗯 上全 是 是 3363 今天是分盤交易的第一天 因為最近太飄 是 然後 盤 早盤一度 先打到盤下 嗯 然後剛剛盤中又翻紅了 對 我印這個資料的時候是248的高點 那剛剛不止啊 嗯 剛剛已經漲到了252塊 對 最高來到252塊 那昨天 哎 禮拜五的高點是258嘛 嗯 今天一度因為分盤打到239 對 又拉上來翻紅到252 嗯 所以258其實也就差那麼一點 是 所以我也常常講就是說 其實分盤交易啊 它不會影響趨勢 嗯 或許會影響前面那幾天 因為分盤交易 所以說量縮 嗯 它可能股價會稍微 整理一下 是 但趨勢是不變的 就像大量一樣 對 以大量來說的話 嗯 3167的大量 今天 還在分盤交易的倒數第二天 對 第11天 嗯 第11天 你看今天股價也是創新高 嗯 所以我相信就是說 未來上全的走勢 也會跟它雷同 是 關都關不住 因為這是一個趨勢股 嗯 那我們是買在174塊 到這個禮拜五最高258嘛 是 嗯 總共獲利84塊 哇 那這就不只三成了 這已經48% 40個點 這就逼近5成了耶 老實 逼近5成 對 所以我常在講就是說 三個三成的獲利是超過一倍 1.3成1.3成1.3是2.18嘛 對 100萬可以變成218萬 嗯 那如果說一檔就賺五成的話 哇 那你就不用三個三成 嗯 一個四成一個五成其實就一倍 對 所以當初從第三季 我就告訴你說說 整個我們把資金通通轉進到台積電的供應鏈 我簡稱台積鏈的股票 是 你看這一波以來多少超過三成獲利 沒錯 這會翻倍的 真的就有翻倍啦 而且大量一檔就翻倍 對 所以台積電的股票這威力非常強 而且商榮權的空單是超過一萬張啊 是 禮拜以後增加了好像幾十張吧 嗯 在融券的部分 是 所以已經超過一萬多張了 嗯 所以像這種趨勢股 台積電需要的公司 嗯 明年整個產能會大開 是 分賣交易 我相信也很難拉回 嗯 所以聯軍賺了33% 對 上捲也賺了快五成 對 然後回到剛剛說的大量 是 3167 早上也是一度的稍微回檔 因為可能軍演 所以早上很多股票都回檔 嗯 過了11點過後 哇這股價又翻紅 又漲到166塊半 對 漲了5% 是 這次創掛牌新高 嗯 從78塊買這一個半月時間 總共到今天166塊半 賺了88.5元 是 成本78 賺88 嗯 意思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光是獲利的部分 你當初成本 還來的更多嘛 對 所以換算報酬率是113% 哇 一支股票就翻倍 所以我們說 欸 三檔股票 如果都賺三成可以翻一倍 嗯 如果一檔就賺一倍勒 太強了 其他的不是又附加的嘛 對 賺更多 嗯 買10張 總共可以賺88塊 88.5萬 嗯 買50張 你賺了442萬 是 如果當初我們像我們買最多的會員 買100張 到今天這一檔股票 是 賺了885萬 就一檔股票賺885萬 還不加其他股票 是 所以你說 短短這一個半月 我們會員是不是賺反 真的 真的 每一檔都是最強的 標股跟腰股 太強了 然後1595的川寶 是 早上也是超強啊 嗯 最高衝到65塊8漲 9.78 再創新稿 大漲 差一點就要漲停了 嗯 那雖然說創高之後呢 震盪拉回 目前小跌大概一兩趴 是 那 就像我說的 它是最便宜的CORES的腰股 標股 嗯 所有CORES的相關供應鏈 其實你並不容易找到 當初買的時候 只有四十幾塊錢 是 即便一路標上來 我們買49.6元 嗯 中間 賺了四根漲停板 到今天早上最高65.8元 嗯 總共賺16塊2 也是33% 對 一樣超過三成啊 對 也是超過三成 所以說幾乎這一個多月以來的操作的標題 幾乎 檔檔都超過三成的績效 對 好 然後呢 創高之後稍微拉回 目前股價在五十幾塊錢 嗯 仍然是最便宜的CORES的 做大幅度的擴產 因為看到訂單的嘛 是 所以你要很懂 就是說這些上市公司 他在玩什麼 如果都沒有訂單 嚇都嚇死的 怎麼敢去擴充資本 或者說是借錢 然後來擴充產能 你就已經賺不到錢了 還擴充產能 不是自己找死嗎 嗯 通常敢做這個動作 都是因為已經看到訂單 是 所以就說 它是最便宜的CORES的搖骨 嗯 就算從四十幾塊已經漲到65塊了 其實還是很便宜 是 我相信後面還是很有空間 哇 而且我們也賺了超過三成 是 然後逸發 早上也是創93塊半 波段的新高 是6425的逸發 然後現在也是創高拉回 今天都是創高拉回 嗯 但趨勢都不變 是 這波買72塊半到93塊半 最高賺21塊 是 29% 這個幾乎是差不多三成 對 就等於三成了 我相信再給它個兩三天 我相信也是一個超過三成的獲利 是 所以這個幾乎是檔檔 都是一個三成獲利 真的是 這波真的是賺翻了 台積電的股票真的讓會員賺翻 是 然後上禮拜我們有預告說 天上的彩虹 有 天上的彩虹 對 嗯 這個也是一個 CORES的供應鏈的 這個供應賞 是 而且禮拜五的時候 早上還一度先跌6% 對 還有加碼 對我們就在盤下帶著會員 趁著盤下進場做大買 最多跌6% 當然你沒有買到 沒有辦法買到那個6% 那個點 是 跌3-4%的時候進場 嗯 盤中一度翻紅 漲3.8% 來回 高低點差的超過10% 哇 不要說什麼 就是說今天 我們是這樣子帶會員在座超過 就盡量好股票趁著拉回 逮到機會進場出去 去做一個布局 前天價的時候 嗯 常常買在低檔翻紅 當天就賺 對 而且常常當天還賺漲停 是 然後今天 早上最高漲9% 哇 大漲 創 挂牌的新的天價 哇 真的已經是天上的彩虹 是 非常的漂亮 高高在上 對 那 從會員 上週四第一次先買嘛 然後禮拜五 我盤下再做加碼 嗯 到今天盤中最高 已經這樣就賺了15% 是 所以前後三天 才三天欸 15% 哇 照這個樣子下去 照這個速度下去 那不是可能這個禮拜就又要三成 短短一個禮拜欸 因為股本不大嘛 是 然後呢 它的在技術的層面上 它僅次於應用材料 是 印材 那跟印材一樣 都是台積鏈的供應商 印材是第一大的供應鏈 嗯哼 那這家公司是 僅次於印材的第二供應商 是 然後 今年估計賺5到6塊 第四季會相當不錯 明年會持續的大旺 明年會賺大概11到12塊 是 然後 以僅次於印材的這個技術的水準 都打入台電供應鏈 其實 等於是它的技術跟印材是差不多的 嗯 那印材最大它是第二 是 本益比可以上海50塊 50倍 50倍 那以這樣的本益比的一個水準來算的話 以現在的股價 當然股價我先賣個關子 是 那我相信股價再來是有翻倍的機會 哇 翻倍耶 但是我常在講說 有翻倍的實力 不是說我們目標價就一定要翻倍 嗯 它有未來 maybe 比如說半年一年 它有翻倍的實力 但是我們一個操作的一個小波段 maybe 我們先鎖定個三四成的獲利 可以賺它好幾波 空間那麼大 要從中間賺個三十成就不難 是 所以這個是鄭老師的操作邏輯的 對 所以天上的彩虹確實 這個會員才短短三天就賺了15% 三天恭喜 真是恭喜都大賺 是 然後今天呢 在進場一檔比較低價的 水冷腰骨5XXX 最新佈局的哦 5開頭的 10點出頭進場買進 很快就鎖住掌心板 哇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日常 日常的操作績效了 是 是 現買 線索上 哇 那 我沒有要給大家太多線索 但是我要跟你講就是說 這股票很便宜 大概三十幾塊錢而已 哦 這樣的價位 嗯 以它水冷的強大的轉機 是 腰骨 標骨變腰骨要長個三五成的速度會很快很快 嗯 會很快很快 哇 跟好跟緊 所以大家真的要跟緊 是 所以回顧就是說過去這段時間 好的操作績效 颱虹24%是沒有到三成 其他的什麼大量超過一倍的啦 聯軍啊 金戰啊 科教這個幾乎都五成啦 是 上拳也幾乎五成了 竹生科沒有到三成是22% 其他川寶啊 亦發 亦發這裡幾乎要三成了嘛 對 跟天上彩虹短短三天就15% 哇 啊 檔檔都在大轉中 檔檔都在大轉啊 是 所以這9到10月份的最精彩的台積鏈相關的操作 都非常的精彩 是 哦 所以最新的 標骨腰骨也正開始著手布局當中 大家都看到鄭老師的真實績效了 要趕緊跟上來 跟上的彩虹 或者是這個最新的這一檔 我說的這個水冷腰骨 我相信要長三五成很快啦 是 所以大家可以趕快跟上 好 禮拜一怎麼跟上來老師 想跟上的 我想就跟上我們399 標骨腰骨吃到飽的最新的專案 是 好 那參加的方法很簡單 你只要來電說 我要跟鄭老師399 飛碟的朋友 打電話來 明天由專人帶你操作一檔 是 那習慣在LINE上面留言的 你就留言399加1 那鄭老師就帶你台積鏈的標骨腰骨 一路吃到飽 好 鄭老師的LINE趕緊加起來 ID是 小老鼠S168178 小老鼠S168178 天上的彩虹還沒有賺完 持續在大賺中 鄭老師就馬上準備好 新腰骨要帶會員朋友再來大賺了 最新布局的水冷腰骨 五開頭 務必一定要跟上來 直接打電話最快了 399標骨腰骨吃到飽 帶你賺到飽的活動 馬上來諮詢 電話就在等會的廣告中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故事答案周瑞宗老師 謝謝米达 拜拜 拜拜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审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